强势股要下车了吗? 转折点即将出现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平均,欢迎继委,明继老师 平均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最近有很多强势股都涨高了 前些阵子投信还有外资都站在买方 不过最近筹码好像开始有些松动了 接下来他们的走势我们应该要怎么观察呢? 首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先从礼拜五早上的时候 美国公布的三间科技巨头的财报 我们来做一个观察 怎么观察呢?首先第一个就是Amazon 再来Apple,再来就是Google 那这三间公布出来的财报 其实都低于市场预期 都不如预期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黑色的柱状图 我们的投影片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这三间公司的营收成长动能 都在放缓 特别是苹果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根bounce是在零轴以下 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它的营收成长率是负的 是负的 对,大大衰退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市场非常的紧张呢? 因为苹果在过去是只有生 对啊 那它在整个过去七年的时间里面 从来没有低于市场的预期过 从来没有 所以这次是先例 它也不能算先例 就是这七年以来的第一次啦 所以代表是说 苹果在上一季的营收表现 是真的非常的糟糕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了 它竟然既营收 它的这个增率是衰退的嘛 那这个是2019年以来第一次的营收下滑 所以这些现象其实都代表了 美国的科技股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营运风险 可是市场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在意 都在开资金party 对 对,股票一直涨嘛 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到底要涨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股票是我们需要去做留意的呢? 其实还真的有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三间财报对不对? 对 但其实还有一间公司我特别在意 是高通 就是高通 为什么是高通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礼拜五早上的时候 高通也公布了他们的财报 那这个财报当然也是不如市场预期嘛 对 它除了不如市场预期 你说过去烂那就算了 如果未来会好 那我们就当它过去烂了一次 但它未来也不会好 没错 高通告诉我们说 对于未来的这个财务预测 它的前景更加暗淡 比华尔街预期的还要更低哦 那这个代表什么东西? 高通认为今年上半年 这个手机晶片的库存随位 都仍然会持续上升 对啊 整个手机市场该怎么办呢?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高通的财报 那手机市场 就是我们第一个会联想到的产业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联想到谁? 2454的联发科嘛 对 那联发科在礼拜五的下午三点 也开了法说会 那公布了去年的第四季季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开出来的这个数字 我们拿去跟过去的历史相比的话 它这一个EPS 大概是2021年以来最低的一季 所以代表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得出来 不管是在美股盈余 还是在营收 还是在营业利益 它的状况都是呈现一个下行的趋势 从图上很明显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联发科在上半年 不对 在去年的时候面临到的是一个逆风的市场 可是我们从高通的财报来看的话 今年上半年可能还不会更好 所以这个联发科的法说会到底内容讲了什么东西 在我们录影这个时间点可能还不太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什么 高通如果不太好 联发科到底要好到哪里去? 他应该也不会太好 他应该也不会太好嘛 那现在联发科的股价已经来到了年限附近 我们认为如果接下来高通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联发科的股价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并没有太便宜 逢反弹的话我们都还是建议大家要占卖方 那么另外除了手机晶片以外 还要想到的就是PA功率放大器 的稳帽 那为什么要讲稳帽 因为稳帽这一段反弹非常多 那稳帽反弹上去以后 其实在新春开红盘第一天大涨 可是在后面几天台股这样涨涨跌跌 稳帽看起来就相对的比较弱势一点 而且大家要注意到 它的位置一样在年限附近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手机业务不好 市场现在对于稳帽的营运状况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可是大家要去观察法人的筹码 其实最近外资已经开始站在卖房了 而且在礼拜五的股价跌了2.4个百分点以后 它已经跌破了前面那一根农历新春开红盘的红K的低点 开始回补那个跳空缺口 所以股价的走法已经开始有点转弱的疑虑 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在盘中看到吉拉 我认为都是一个还不错的华丽转生的机会啦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股票 一个产业的股票是大家最爱的 就是ABF宅板嘛 那ABF宅板的话在这几天又传出了利空消息 对他们跌很惨 他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其实这个跌幅算是比较重的 因为礼拜五台股还算是小涨一点点啦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ABF宅板的整个族群 ABF宅三雄的股价都出现明显回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IC宅板的这一个厂商叫什么ATNS 我们之前在PLAYGO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 那ATNS下修了他们的财务预测 怎么下修呢 原本认为今年上半年应该要赚10.7亿欧元喔 结果现在说什么 我们要下调 下调到多少 7.3亿欧元 那下修很多耶 这个下修幅度非常大耶 这个下修幅度已经将近三成是29% 那除此之外 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 会发现日本的ABF宅板大厂易斐店 在最近也开始下修财测 所以现在外资对于台厂的ABF宅板三雄 当然也会跟着下修目标价嘛 这也是为什么礼拜五的时候股价走法会比较弱势 像我们以3037的星星为例的话 礼拜五股价就跌了4.5个百分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波的反弹算是比较弱势 连年线都没有碰到 那现在股价位置在季线的附近 那你出现了一根长黑可以吞噬 那现在股价看起来也有转弱的疑虑 特别是在法人如果不看好后续股价的走势 在这边去抛售筹码的情况之下 股价在未来可能就还有下修的空间 所以我们一样建议大家 如果在盘中有看到股价急拉的话 一样都可以去做一个华丽转升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稍微降低一点 手上多单的持股部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在接下来2月份的行情 我们认为会看得比较保守一点 后面还有很多的挑战 那这些资讯我们都会分享在我们群组里面 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群组看看哦 谢谢季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就叫老师的Light跟Telegram哦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